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這是網站最新的統計 全臺灣 平均的薪水最新的管治 第一名是新町 這沒意外 但是第二名就讓人比較想不到 竟然是苗栗 四季六都 全部打倒在地 最主要是因為 這個苗栗 挖進新町 新町科學航空已經八年 沒空間了 所以有很多企業 就把上班跟公司設到苗栗 所以町南科學航空 無形中 都為苗栗帶來集合的機會 也來救援平均的薪水 全臺灣都為平均的薪水最高的 經過B薪水網站的統計 第一名是新町 平均的薪水是四萬七千四百四十四 第二名是苗栗 平均的薪水是四萬控四百八十九 中部的話 你說苗栗會有 會第二高 我覺得不可能 我覺得很多大型企業都有進出在苗栗 所以我覺得苗栗人的薪資水準 跟薪水水平被拉高 新町有科學航空 科技成績比較多 但是苗栗帶第二是為什麼呢 苗栗管政府表示 我們離新竹科學園區比較近 所以整個新竹科學園區的這個外域的效應 我想這部分也確實有了 積極招商的關係 很多的企業都願意來苗栗設廠 苗栗管政府認為苗栗可能有地理的優勢 革近新町科學航空 加上大型的公司都在那裡 增加苗栗就業的機會 苗栗的薪水比較高 苗栗的民眾 尤其是竹南投分的民眾 也會到新竹科學園區上班 但是事實上 他們還是住苗栗 我想這也應該也是一個原因之一 全台灣的薪水都會上官 一般是人為台北市 但是結果排第三 平均的薪水是四萬塊九十六塊 另外新北排第四 湯峰第五 台南第七 台中第十名 高雄第十一名 都比苗栗更加 這和一般生活真的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在討論